終結砍人案終身 中三刀的女性高中生 返家休養後首度公開露面 害羞 靦腆 而他最想感謝的人是 當時坐在車廂內遭攻擊的 女性高中生 右肩刀上十二公分 右胸十公分 肋骨第三根斷鏈 右上臂還有八公分傷口 外界一度疑惑 大家都跑 他為什麼不跑 然後反應過來的時候 就人家已經在我前面 為什麼你那天在捷運不跑 因為我覺得 不會人在捷運上面拿刀 砍人 緊急手術後救回一命 出院反家休養 外觀看起來好了大半 但其實包括骨頭等內傷 舉好了三分之一 媽媽雨帶哽咽 言談中 滿滿不捨 拿他的衣服來洗 看看到底他流多少血這樣子 他就一直洗 洗到內褲 就鞋子全部都是血這樣子 然後我應該記得 應該要洗二十分鐘吧 然後我先生叫我不要洗 我就說就是讓我發血一下這樣子 他說夫妻這陣子飽受煎熬 壓力不小 也因為兒子急救時 接受大量書寫 感念社會大眾熱血相挺 因此延續第四年的捐血活動 今年要繼續辦 他那時候又受這麼多人的援助 我們也是希望回饋 終結突發事件嚇壞不少人 吕爸爸因此準備耐用玻璃多功能散 提供給捐血的民眾 除了遮陽避雨之外 還能當拐杖及隨身防身工具 避免漢事再度發生 三天兄 楊晉晨一姐台中報導 沿 歸